在台湾开发史中 基隆是台湾北端的出力门户 这是沙湾四季风华部分精彩片段 大基隆历史整合在线计划执行多年来 不仅陆续修复重要古迹 伴随修复过程的纪录片也逐渐完成 基隆市文化局原本计划以露天电影院方式播映 不过在疫情持续下决定改以线上展的方式 让民众安心在家享受丰富悠久的基隆历史文化饗宴 这几年我们陆续在基隆修复了非常多的古迹跟历史建物 那在修复的过程中有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画面跟影片的资料 我们想透过这一次线上展的形式 让大家看到基隆过去的美好跟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采取的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面 全家人一起来看基隆的影片 那关心基隆跟了解这块土地 线上播映的七支影片包含三大区域 包括西岸生活领域 东岸沙湾生活与和平岛考古的记录影片 其中横跨欧雅取景拍摄 去年在台北华山首映会上备受好评的小岛大历史 正是首次在线上完整播映 更是难得 这次连续九天的一个线上影展 我们大概会准备了七部影片 那其中有一部是小岛大历史 它去年在台北首映的时候 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那这一次是首次释出 完整的一个半小时的完整版 也希望大家从小岛大历史看到 从基隆出发来看到全世界 还有四支首次网络播映的基隆西岸历史场景系列影片也相当精彩 文化局方面表示 在七天线上展结束后 相关系列影片仍会持续在文化局YouTube频道 供民众点选观看 未来更希望能有城市电影院 可以播映属于基隆的电影 让民众可以更近距离的欣赏 基隆这座港都城市的独特韵味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